大家好,我們是走廊慢走停餐廳 這是我們的目錄 我們先從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找到這個問題的困擾者 之後再找一些點子來幫助這個困擾者 這是我們在一天中發現的問題 第一個是在下課時 會有很多人在走廊上奔跑 第二個是在上廁所時 會沒有衛生紙 我們選擇了走廊奔跑這個問題 我們發現了四種人 會被走廊奔跑這個問題困擾 最後我們決定幫助同學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我們猜 這是我們猜猜走廊奔跑的原因 原因一 教室和科樂教室治理太遠 同學怕遲到而又跑過去 原因二 因為想要早點下課 所以趕著 趕著到超常玩 原因三 因為怕遲到的時候會被老師嘛 所以 上課中生一打就跑回教室了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調查科樂教室太遠的方法 調查方法是實測和觀察 我們實測了從 自一七教室到 教學大樓二樓上課 走路需要花三分鐘 但是 同學因為參玩 所以到上課中打響時 才從教室到 教學大樓二樓 花費時間只有一分鐘 之後我們發現 不管科樂教室有多年 同學都會聞到最後一刻才出發 我們調查問題原因三 我們的調查方法是觀察和轉談 我們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 我們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 都有在走廊奔跑 而且原因幾乎都是想要趕快下課 另外我們還發現 有兩個時段最多人跑步 第一個時段是剛下課 因為剛下課大家都想多玩一點 所以會用跑的 第二個是打鐘 打鐘後他們會怕遲到 所以會奔跑的 慢慢想要寄個點子 最後決定才要宣導 因為宣導可以減少花費 而且可以設計得很有趣 我們翻案實作的部分 我們為了讓大家知道 裝分好了 可能會發生的危險 所以錄製了一個小 一個小 要知道了 要知道了 現在還是你等我啦 然後 我們還在宣導的解報內容中 有加入一些 跟我們跑的實際案例 使用者回饋的部分 有三個大點 一是使用者喜歡的部分 我們使用者喜歡的部分 我們使用者喜歡的部分 是我們宣導裡面的實際案例 能讓那些使用者降低他們 可以再轉動透的頻率 第二是他們使用者的感受跟建議 他們覺得可以多加一點活動 跟貼海報 我們得到回饋後的新想法是 可以加入一些小遊戲 讓群眾更願意來參與 然後我們在整個挑戰中遇到的困難是 全本計畫中也要畫海報 但是因為沒人會畫 所以它交換成了錄製的那個短片 然後再來是因為打報告速度太慢 所以到後面就是珍珠一起幫忙打 再來我們在這個挑戰中 學到的 學到的東西是 就是說話的時候 能夠把事情描述清楚 以及整理新聞的時候 能找到正確的關鍵字 這是我們的參考指標 文化報告到此列入 謝謝大家